Hello,大家好,我是小秋,这个是妈妈,然后半斤,这个是半斤 我呢刚刚呢跟半斤洗完澡了,然后也吹干了,给了半斤,做了一顿营养餐 现在呢我和妈妈呢就要准备做爱板了,因为明天呢不是要回去老家拜扇嘛 然后所以呢我就要做一些爱板去祭祖 就我们客家人这边呢习俗呢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清明节呢要去拜扇呢都是要做一些爱板啊,青团啊去祭祖 这个是习俗来的 好了,我现在就要做了,可能每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吧 不过呢也没有强硬的要求 我开始第一步呢要先打爱汁 这一个过程呢我就不拍的那么详细了 因为做爱板跟青团已经拍了很多遍了 估计大家都学会了 好了,现在开始要忙了 爱草放进去了 加这个清水,加到破壁机里面去 果酥,开始榨汁 炸好了,一定要煮一遍 炸好了,一定要煮一遍 这爱草才不会苦 妈妈说你慢点 哈哈哈哈 这个没 搅拌一下 这个已经包好了 把这去蒸啦 哎,好亮哦 现在把这个火弄大 已经蒸好了 哦,好亮哦 好胖哦 对,好胖哦 妈妈说 好大一个 还剩下一锅 接着把它做完它 都带回老家去吃 热乎乎的爱板酥乳 热乎乎的爱板酥乳 好吃,特别香啊 嗯 好软哦 哇,好胖哦 哈哈 吃完爱板了 过来看看阿婷的粽子做好没有 哎呀 好大风啊 今天感觉没那么冷了 感觉天又有点黑了 又想下雨的节奏了 你看阿姨 哦,这个粽子是多的 阿婷说 你的粽子做好了没 做好了 做好了 还要吃啊 看 好啊,等一下吃一个 我们炒了这个花生 哇,阿姨太好了 帮我们把花生都炒好了 看看阿婷的粽子 你看阿姨把这个芝麻也搞好了哦 哇,这粽子好大一个 你看 这是给阿霞吃的 是啊 你给我给她吃啊 哈哈哈 阿姨亲手播给我吃了 给你看一下料 光泽好好哦 哇塞 哇 哇 你看 一打开我就流口水了 这里的咸蛋黄也是一整个的哦 你看 哇 好大一个 吃一口这个 还有香菇 这里还有香菇 加了香菇 就很香了 做粽子要用这个大锅 压力锅 现在还在阿婷这里哦 待会阿婷说 她男朋友请我们 全部人一起吃饭 麻烦的就等阿婷男朋友下班 然后阿婷妹妹呢 马上就到了 待会就一起加入他们的大家庭了 走了走了 我们跟着阿婷出去聚餐了 跟他们一家人聚餐 妹妹下班了 然后阿婷男朋友 也下班了 有饭吃了 哈哈哈 吃饭要积极 对吃饭要积极 今晚阿婷他们带我过来吃牛肉大排档 这一家还蛮好吃的 吃烤肉 对先吃烤肉哦 两边煮一边煮一边烤的 开始开锅了 吃了吃了 我已经过来吃了好几次了 这里 这个拿走吧 中间比较长期 对 我们已经吃饱了 谢谢阿婷他们一家人的招待 好丰富哦 回去了回去了 现在上场了 阿姨也要回去了 对 走了 走了 这个是刚刚打包好的订单 待会就等快点过来收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秋 我刚刚呢已经过来仓库这里打包了 这些订单呢都已经打包好了 之前有网友问过我 是不是订单少了 是要自己送到快递公司里面去 是的 如果每天呢 呃就是没有超过10单以上的话 就10个包裹 就按单个包裹来算 如果没有超过10个包裹的话 是要自己送到快递公司里面去的 所以呢最近呢订单也比较少 呃就只有几单几单的 所以最近几天呢都是我自己送到快递公司里面去 不过还好没有很远 因为快递公司呢他们是挺忙的 也不好意思叫他们上来收 所以只能就自己送过去 今天有11单哦 待会让快递公司过来收就可以了 我已经发了信息给他了 呃现在呢我要收拾一下这仓库的这个卫生 最近打包然后这些箱子呢也堆的比较多了 要整理一下我现在就把它整理一下吧 因为趁着有时间外面现在下着雨 呃收拾一下 或还是不要堆太高的 如果堆太高的话就比较危险 大家也是建议的很对的 很多时候呢可能是确实是小秋舒服了 所以呢该整理整理啦 其实这个黑色麻雾骨粉还是卖的比较多的这个 也是挺多人喜欢吃这一种的 可能也是比较方便的原因 主要这个箱子都比较大 所以比较币也大 把收拾好的纸箱拿到门口去 待会让那个叔叔过来收一下 oftentimes会来收拾好吃的 姐妹呢 是这样子还是不 tale的 三个很大 对 收起来还蛮多的 大纸箱用不了所以只能卖了 已经搞好卫生了也开了风扇吹着一个地板比较快干 最近都是下雨天潮湿天这地板的都有点潮湿潮湿的 所以呢我就说好几天没有搞卫生了就趁着今天天气呢 虽然说不是很好天气但是呢也要搞一下卫生 好热走动一下就出了一身汗了 这两天呢有网友说呢小秋这一个脸呢挺肿的 让我去一院检查一下大家呢也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我本身呢是有假抗的 这个假抗呢是一日三餐都要吃药的吃药多了 它这一个脸呢就变成激素脸了没有办法 除非我不吃药它就会慢慢消下来了 但是呢假抗呢是必须要连续一直吃的 然后呢这个假抗呢因为这个药呢是激素药吃多了 其实反应呢也有的不会说没有 因为毕竟这一个副作用大但是呢会后续呢 如果这个指标正常了就会慢慢减药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然后这几天我在我的视频下方呢也看到一些评论 可能有一些网友呢对小秋并不是很理解 他会问为什么我不住在婆家 为什么要住在娘家呢 一天到晚不照顾孩子在这里整天下忙活 我呢留在城市这里虽然说是个妈妈住 但是呢更多的呢是留在这边呢是要拼搏的 就是为了生活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办法 然后还有一个想法呢是我没有跟大家说的就是 孩子们呢就很快过多两三年呢就要上初中了 我的一个计划呢就是挺明确的 就是在这几年辛苦几年然后拼搏几年 看看能不能在城里面买一套房子 就相当于是一套学位房吧大家也知道 现在呢这房价呢也挺高的 对于小秋来说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就是如果能买的话 这几年呢我就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实现梦想 就趁着孩子们在读初中之前就完成这一个梦想 让孩子们呢可以到城里面来上初中 这样子各方面教育呢都会比较好一些 我也在尝试着就各种努力 我也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一下很多时候呢 就很多原因呢我也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去解释 我相信每一个做母亲的和每一个做父母的想法 都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也希望孩子们有更好的未来 更好的将来 平日里这两年确实是对孩子们的陪伴呢 就比以前小的时候呢已经少了很多 我也希望孩子们呢日后呢将来也会理解做妈妈的辛苦 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为了他们的将来 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呢 反正在孩子们上初中之前呢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才行 这才是对孩子们来说唯一的出路 孩子们呢只有到城里面来读书 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将来 虽然说这些也是要靠他们自己的 但是呢如果你铺好一条路给他们呢 他们可能的就是以后的路呢就会走的更顺 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的 就是你们考虑到的东西我们也会考虑得到 你们想的东西我们也会想得到 但是呢尽可能的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去做好 去安排好这是最好的 好了这一个视频呢就先收到这里了 下一个视频再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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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